宗徒大事录第八章 扫鹿也赞同杀死他 就在那一日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 除宗徒外 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 虔诚的人共同埋葬了斯德旺 也为他大哭了一场 扫鹿想摧毁教会 进入各家连男带女都拉去压到尖里 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 斐里伯下到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 群众都留意斐里伯所讲的话 都同心合意地听教 并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 因为有许多负了邪魔的人 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 有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 为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满曾在这城中行过邪术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精服 并称自己是一位大人物 所有的人从上到下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是因为他很久以来就用邪术使他们精服 但当他们信服了那传报天主的国和耶稣基督名字的腓里伯时 男女就都受了喜 连西满自己也信服了 他受喜以后 常随从腓里伯 他看到所显的奇迹和大能 称其不止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图 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 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 他们二人一到 就为他们祈祷 使他们领受圣神 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 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喜 那时 宗徒便给他们副手 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西满看见借宗徒们的副手 付给人圣神 所以献给他们银钱 说 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 为交我无论给谁副手 谁就领受圣神 伯多禄却向他说 愿你的银钱与你一起丧亡 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 可用银钱买得 在这世上 你没有骨也没有分 因为你在天主前心怀不正 所以你该回心转意 摆脱你这个恶念 祈求主 或者可给你赦免你心中的妄想 因为我明知你心怀苦毒 并在邪恶的束缚中 西满回答说 请你们为我祈求主 好就你们所说的 一点也不要将在我身上 二宗徒既做了正 并宣讲了主的圣道 就返回耶路撒冷 一路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乡村中 宣讲了福音 上主的天使向斐里伯说 起来往南行 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 即旷野中的那条路 他就起来去了 看 有个厄提约匹亚人 是厄提约匹亚女王甘达克的 有权势的太监 也是他宝库的总管 他曾来到耶路撒冷朝圣 他回去的时候 坐在车上 诵读伊萨伊亚先知 圣神就向斐里伯说 你上前去 走进这辆车子 斐里伯就跑过去 听见他诵读伊萨伊亚先知 便说道 你明白所诵读的吗 他答说 若没有人指教我 怎么能够 于是请斐里伯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诵读的那段经正是 他如同被迁去宰杀的羊 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肩默 他也同样不开口 在他屈辱之时 无人为他申辩 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 太监向斐里伯发言说 请你说 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 是指自己或是指别人 斐里伯便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 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 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 那太监就说 看这里有水 还有什么阻挡我受洗呢 斐里伯答说 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 他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 就是天竹子 他就命车停住 斐里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 斐里伯给他付了喜 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 主的神把斐里伯提去 太监就再看不见他了 他就喜喜欢欢地 往前行自己的路 斐里伯却出现在阿佐托 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 直到凯撒勒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